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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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要出眼门啊 小纳他们出版社在南京办了个分社 缺人手 就把他借掉一年 我们去车站 送他过去 哥 我先上车了 行 走了 陈亿 那还好吧 其实这次戒调 没有她的事 是她主动提出去过去的 我妈都气坏了 说什么也不出来送她 希望这次她能聊聊上 希望回来一切都能好起来 陈坤这次实在太过分了 她欠你们全家一个解释 昨天陈坤打了个电话 是我妈接的 我妈的脾气你也知道 她知道这件事以后都气坏了 几次都想到你们家去理论 都被我们拦下了 昨天她在电话里大骂陈坤 陈坤也没有什么回应 只是在那儿听着 所以我觉得她可能 真的是有自己要坚持的东西吧 行了 我们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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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姐 叫你呢 等一会儿 等一会儿 快出来呀 那那那你去炸 别胡了啊 快一点 快一点 刘姐 什么呀 你们家着火了 不是我家 怕是你家要着火了 什么意思 给给给 你看看这个 臭美 这不是你妈还让我看 谁让你看我呀 你看旁边那个 这不是小苏姑娘吗 对呀 来 你再看看这张 高岚吗 这不是 高岚旁边那个 她 她怎么会跟小苏姑娘在一起啊 不会吧 我这个人啊 没有别的本事啊 就一个过目不忘 来 我第一次啊 看到这个小苏姑娘 我就觉得她面熟 我就觉得她像苏家老二 我跟你们家陈也说了 可你们家陈也说不是她 后来我就想啊 这过了这么多年 这人的变化也是蛮大的啊 你就别再往山里想了 这不是今天我在家闲着没事吗 我就想把那些以前的老照片 拿出来捣腾捣腾 就把这张照片给找出来 我一看啊 这不就是小苏姑娘吗 你看这个鼻子 你看这眉眼 这我就奇得怪了啊 这个小苏她隐姓埋名的 她到底是要干什么呀 这是人想不通 刘姐我发现没有说完啊 刘姐我发现没有说完啊 刘姐她还给你来做吧 那你要干嘛上哪去啊 骗子 她是个骗子 谁敢骗你啊 眼睛长头上去啊 苏娜是个骗子 还跟我们说什么 她爸爸妈妈是地质队的 什么在新疆搞科研 你知道她爸爸妈妈是谁吗 你知道吗 苏茂叔高兰 她是苏茂叔高兰的二女儿苏北 谁 没想到吧 我真的是没想到 你看高兰可以吧 她自己斗不过我们 她派她女儿来想回我儿子 我去找她 你干什么呀 你干嘛去 我当面戳穿她我干嘛 别去 你别拉着我 孟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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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坏事儿 这些研究院的叫陈永刚 她老婆叫刘孟茜 我记得她是住在哪栋楼啊 好 是这栋楼还是这栋楼 她 她 她 刘孟茜啊 真是冤家陆宅啊 赶紧吧 赶紧让你那混蛋儿子成官 从美国给我滚回来 我正要找你的 送上门来了 刘孟茜啊 这么多年 你一直在背后诋毁我 我都忍了 可你还是不依不饶 要让你的混蛋儿子来 勾引我的女儿 然后再抛弃她 你什么意思 有什么仇女冲往来 你别伤害下一代 明白吗 真是恶人先告状 明明是你女儿勾引我儿子 看我儿子在美国留学 前途远大 想把女儿塞给我儿子 做梦吧你 闭嘴吧你 我现在来告诉你 去年我们家老苏住院 就你那儿子 从北京回来家都没有回 直接到医院 围着老苏 跑钱跑户赚了一个星期 连屎尿盆子都端了 你不知道吗 端了一个星期使尿盆子 端使尿盆子 你得了忘想证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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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啊 生四季了吧 不想不证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有人做白日梦 说我们家儿子 给他们家苏帽说端使端要 有病赶紧看病去 有些事情你不知道 我们回家说 什么事啊 什么事啊 回家说 回家说 不是 你什么事情瞒着我 行了 行了 别揣着明白装糊涂了 自己老公儿子都知道的事情 你能不知道吗 看了你这个业业演员 比我这专业的还会演戏啊 刚刚唱完目归音挂帅 你又接着唱斗鹅鸢 真可惜啊 他就唱了个 黄枪走板离梯千里 问你 刘沐湘 你是不是想拆散 成全素难不够 你还想接着往下拆 你不往下拆你难受是吧 你不怕糟糕 有你这么大妈的吧 就是你 没有这么大妈的你 你要拆多少对啊你 就是两句你 沐湘啊 回家跟你说 走吧 走吧 你 是啊 高兰 高兰 是我们错了 不想你赔又不是 事情是这样的 两个孩子 怕你们两个都接受不了 所以两头都瞒着呢 苏娜的确到过我们家 但是她没说她自己的 真实身份的孩子 成坤也没跟我们说实话 这个事儿我是才知道 孟香不清楚 真的不清楚 我的女儿绝对不可能骗 我绝不可能的 这 大家频频里拔可能 你们都挺糊涂了 是这样的 就她那混蛋儿子 成坤 以谈恋爱的名义 追求我的女儿 什么情况 我回家跟你详细 什么情况 回家跟你详细说说 回家跟你详细说说 这刺激多大呀 她现在不愿在家待了 跟单位生情泡南京去了 我就这么一个女儿 独身女儿 她从来没离开过家门这么远 你说是不是她儿子害的 肯定是让儿子害的嘛 大家频频里 是不是让儿子害的 叫你儿子成坤害的 你儿子成坤害的 造谣 你儿子造谣 叫你儿子下座 叫你儿子下座 还下座呢你 你要看我们要打是吗 谁那么打你啊我 我怕什么的 我早就下过来 你别挡着 别挡着 妈 妈 妈 不是 这人的 这个怎么知道 这人真是帮家 这人真是帮家 这人真是帮老婆 这人真是帮老婆 你给他老婆 你看他我儿子 他不帮老婆 你钱 你怎么回事 我在这个家 辛辛苦苦的三十年忙里忙外的 拉扯完大的 拉扯小的 现在反而成了一个外人了 你们什么事都不告诉我 我 我像个傻子一样 让人家刚来干笑话 不是 妈 我们还不是怕你生气上火吗 我能不上火吗 你们老的小的都不让我省心 有刚愿这么大的事情 你多瞒着我 他们小的气我 你也小火火的把我气死啊 这事吧 说到底 陈坤犯的错你也别怪老爸了 我们陈坤那么单纯 就是那个小妖精 话言巧语地把他给蒙骗了 现在说人家小妖精 当初说人家知书达理 比我们昭地还好一百倍 他妈是老妖精 他就是小妖精 反正我们家是男的 不吃亏 将来他要吃大亏 老妖精 陈坤在感情生活上是一片空白 年轻人犯错误 老天爷也会原谅 可老天爷教他自私自利 我们负义了吗 他今天对苏娜能够不负责任 明天就能对他自己的学业 对他的工作 对他自己都不负责任 你等着吧 他会犯跟他的错误 爸 你消消气 消消气 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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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给我坐下 喂 喂 爸 您打电话找我 我刚 他出去了一趟 刚才接电话的是你导师的女儿吧 陈也跟您说了 你高兰阿姨都来过了 爸 爸 你听我解释吧 我不听你解释 我问你 建议四千背信弃义 是一个男人该干的事吗 你现在就去买机票 薪资回来给苏娜赔罪 爸 学校这边只是在走不开 走不开也得给我滚回来 这事不解决 你 你学都 你不要提你爸的 妈 你就在那里学习 你别回来 你支持你的事情 妈妈能替你解决啊 你 你干吗那么上纲上线呢 你干吗 陈也 爸 妈 妈 妈 你去哪儿 我没事了 没事了 没事了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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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娜 你们的事我不想干涉 我就是觉得 挺可惜的 她竟然这么做 一定有她的理由 我尊重她的选择 以前我觉得我挺了解她的 我知道她身上有几块胎记 知道她吃茴香胳膊肠会过敏 知道她大考前睡觉肯定会磨牙 但是今天这么看完 我还确实不太了解她 爱一个人不一定要得到和拥有 只要她过得幸福和快乐 不是吗 感谢你 唱歌 chronic 人 发 CM 人